让我有一点时间分享一下 你看啊,做演员,蛮辛苦的 你们相信吗?相信哦 你们以前看过演戏吗?有哦 和现在有变道吗?有 很好,真善良,谢谢你们 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谢谢 原来我们有变道啊 拍谁啊? 我也希望十年后有机会见你们啊 还是你们有这句话给我 这个是我的精神的食量 能量的那个维他命来的 其实变得蛮多,我这里变得蛮多 这里变得蛮多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有憧憬 很喜欢追女孩子 我这样说我是正常人的 很喜欢跟女孩子沟通 沟通 可是我很害羞 我真的是很害羞的 以前的时候 那经过了一些的学习 然后在不小心的大陆的演语圈 这条很辛苦的道路呢 我才发现人生呢 其实呢,她的那个成长呢 在你学习表演的时候啊 她的成长路程会很快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因为我一天里面呢 有时候可以精力喜怒哀乐 一下子 Hotel,等一下 我借过钱几时别捅的 大哥,我好无情啊 摸摸手先, employees 你再赔钱啊 你看 就一个人 在一家里面能经历这样的事情 人家说什么 简单称为 有精神问题 因为我们是演员 所以一定要很多时候 要训练 训练我们自己 挑战我们自己 每天早上我起来都照镜子 你们照镜子吗 为什么照镜子 刷牙洗脸了 还有呢 梳头发 可是我照镜子 你知道什么 我照镜子 就是练习我的表情 练习表情 有时候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开心 有时候很烦恼 烦恼 有时候很悲哀 悲哀 这个诗 可惜 这个感冒 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吧 我这个太当了 你知道吗 我来的时候 他老是说 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 要沟通他好了 等一下我怕我反应过来 反应不过来那怎么办 我是叫你放松 你放松会让大家很开心 看他的表演多好啊 他没有经过表演的训练 所以他也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要 因为他的能量存在 很容易被好的能量吸引着 很容易融入 融入真的能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跟自己说什么 今天 我是可以的 对 今天会更好 不要把烦恼 留给明天 要把快乐 把你们所要的东西 留给今天 不是明天 对不对 每一天都是 新的开始 所以每一天都要充满 希望 对 每一天都要充满 能量 对不对啊 对 对